刚地时间10月7日以来 巴以冲突前所未有升温 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对巴以双方乃至中东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在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举办之际 中东问题专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 对中东问题的历史严格和核心癥结进行了剖析 中东这个地区呢 我们叫三州五海之地 它其实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教会点 十字路口 现在在这个地方住着五大民族 四大地缘政治力量 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地方的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所以基辛格讲过一句话 说在中东啊 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之后 直接带来的结果 就是中东秩序的崩塌 一直到延续到2021年 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去 所以2022年 中东进入了多极化的元年 我认为现在的中东是一个多极化的中东 李绍先认为 巴以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本轮大规模冲突也警示国际社会 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 中东不会有长久和平 而推动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共存的两国方案落实 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根本所在 进入新世纪以后 决定中东安全的是两大一体 东边是海湾的安全 西边是巴以之间的关系 这个随着沙特 阿拉伯和伊朗的和解 海湾地区的这个温度在下降 巴以现在凸显了出来 现在从这个巴以新一轮的这个前所未有的冲突 就是告诉世界 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 中东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解决的道路就是两国方案 这是中东和平最终的所在 李韶先认为 当前亟待建立中东安全新架构 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 切实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决定中东安全新架构能不能建立起来的 其实是三对儿关系 巴以关系 伊朗和沙特的关系 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 同时缓和 中东才有安全的新架构 今年以来我们是中国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和解的 沙伊和解带动了地区出现一个和解潮 中国这么多年来在中东一直做的就是一个建设性的 我们叫劝和促谈的这样一个作用 一直发挥着一个和平 构筑稳定和平环境的这么样一个建设性的角色 我认为在中东实现和平稳定的方面 中美是有共同利益的 全球的大国要共同推动 要为和平进程创造条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